美股創造今年新低量 金管會今天宣布 振興台股第四支箭 將提前於11月3號實施 慧應沖被收押在彰化看守所 律師提出抗告 不過今天遭到駁回 iPhone 6陷入染性能瑕疵 天線擋板的塑料條 用戶傳出容易被牛仔褲染成藍色 韓國總統普錦慧今天再次表示 不斷重點的日圓 對於韓國經濟是一大挑戰 這也是普錦慧本月第二次提到日圓匯率 而今天的台股創上了 今年的新低量 除了國際股市拖累之外 另一說就是正所稅的大戶條款 即將要在明年上路 使得量能因此少了約三成 而去那工會理事長簡洪文 他今天表示 一旦大戶條款上路的話 那麼明年台股的日均量恐怕不到500億元 恐怕整個量只會剩下400億元了 也因此呼籲說要來廢除大戶條款 而監管會表示說尊重 不過台政部則是表示 正所稅的大戶條款 明年會如期實施 而台股呢 現階段主要是受到了國際因素的影響 也呼籲投資人要對台股有信心 而至於針對了券商工會公布證所稅評估報告 提出要求要來廢除大戶條款 現在有一個最新消息 台政部對此同聲 台股下跌量縮跟大戶條款沒有關係 應該讓這個制度實施以後再來調整 而財政部也表示說 最近台股走跌 主要是跟國內外的小亂流有關 很多事情要對症下藥 也因為台股下跌根本跟大戶條款沒有關係 認為可能是有心人士 想要趁機把這個方案給拿掉 而另外來自科技界的最新消息 鄭華 好 另外關注的是手上握有蘋果iPad訂單的 觸控面板廠陳宏 今天舉行了法說會 也公布了第三季的財報 稅後是淨損2.4億元 而每一股虧了0.73元 不過總經理孫大明解釋 由於客戶延後推出新品 導致原本招募了7000多人 卻無貨可出 也因此人力成本升高 不過他們展望第四季跟明年第一季 他就表示說業績就會非常的興旺了 而基於另外一個重點 對於外船 紅海要入骨 陳宏則是嚴正否認 好 同樣是最新消息 因為黑心油遭到了 彰化地院裁准收押的頂星前董座魏映衝 昨天下午是委託律師來地狀抗告 請求要交保 但是台中高分院認定魏映衝收押理由無誤 今天下午裁定駁回他的抗告 而現在也傳出了頂星的牛油 也遭到了預防性的下架 詳細內容正好 好 現在鏡頭先轉到了國外 就在加拿大的沃泰華 發生了重大的槍擊案 國會民主殿堂是瞬間 變成了槍戰的現場 當地時間22號早上9點多 歹徒先在國會大樓附近的 國家戰爭紀念碑 槍殺了一名軍人 而接著又衝進了國會大樓開槍 警匪展開了激烈的槍戰之後 有一名槍手被擊斃 而目前可能有其他歹徒還在逃 而警方是一度封鎖了 國會的附近區域 加拿大總理哈勃更是譴責 這一集恐怖攻擊十分卑劣 好 真的下一個投資的希望 就在歐洲嗎 我們剛剛看到了 這個資本管理公司分析師鮑爾森 他非常的有信心 認為新一輪的振興措施 可能會引發歐洲股市反彈 帶來一次重大的買進機會 他說今天的歐股很有可能 能夠複製兩年前的美股奇跡 我們都已經看到其實這兩年前的美股 到底是漲了多少呢 這兩年的期間 美股就從一萬兩千五百八十八點 開始往上飆漲 到最近九月份的高點 來到了一萬七千多點 總之可以說漲了四千多點 這麼多 這個是美股這兩年 非常奇蹟般的漲幅 而大家也都見識到了美國QE的威力 這幾年來真的是讓美股漲翻了 也因此就在歐洲現在要祭出 新一波寬鬆策略的加持之下 下一個爆發的股市 會不會就是已經疲弱很久的歐股呢 很多投資人現在是把目光 直接聚焦在歐洲了 只是歐股真的這麼夠力嗎 要先帶您來看到國際資金的流向 這是我們拿到的最新報告 先來看到其實最近的幾個禮拜 熱錢似乎不太捧場 每個禮拜連續七週 通通都是淨流出歐股的 像是美銀美林證券就指出 截至10月15號上個星期 當時歐洲的股票型基金 不但已經連七週遭到了贖回 而且我們要看到的是 流出的金額有多少 總共流出了58億美元 這個數字更創上了 單週的歷史新高 看得出來國際資金 現在似乎是加速的離開歐股 反而這一波 還有點像是一個逃命波了 而到底這又是為什麼呢 其實最主要的關鍵就在德國 德國經明兩年的GDP 現在出現了一些變化了 原本在4月份的預估 今年是1.8% 不過現在調降到1.2% 2015年原本預估是2% 現在呢也大幅調降到1.3% 主要呢就是因為現在德國 可以說是飽受緊縮的壓力 而另外呢傳言本週日就要公佈的 歐洲銀行壓力測試 也可能呢會有一些意外的黑天鵝 現在傳出呢可能會有高達11家銀行 都不及格 其中呢意大利還有希臘各有三家問題銀行 而這些到底會不會是下一波歐股的未爆彈呢 不只這些數據可能會讓歐股一世變色 而且呢之前讓美股一聽到就立刻下跌的 伊波拉病毒下一個攻擊區域很有可能就是歐洲 科學家就根據了伊波拉病毒蔓延趨勢 還有航運數據來推算 在明天也就是呢10月24號這一天結束之前 伊波拉病毒襲擊法國的機率居然高達75% 而英國高達50% 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因為歐洲跟非洲之間 這個交通跟航運非常的頻繁非常的密切 也因此呢這個消息光是聽到就非常的緊張了 而另外呢在地緣政治方面也充滿了變數 土耳其剛剛加入了圍剿IS伊斯蘭國的戰局 而另外呢包括烏爾之間 烏克蘭跟俄羅斯之間的糾紛 現在呢也還沒有完全解除 以上種種都讓歐股充滿了變數 所以呢在投資歐股之前 也提醒大家還是要小心 有人覺得說這是個重大的投資機會 但也有人認為說這個時候是該往逃生門的方向移動了 我們眼看股市起伏不定 現在就有部分的大戶 乾脆呢就把眼光先轉向投資高單價的珠寶 除了暫時彩色寶石之外 最近最當紅的 我們要一起看到呢 可以說就是華人最愛的翡翠了 而這股翡翠熱不僅呢在台灣發燒 香港也持續火紅 甚至呢有香港人特地揪團來台灣上鑑定課 就是因為要來辨識真假翡翠 而我們也要立刻教您幾招 到底買翡翠的時候要如何分辨真假 看準了台灣賽車的商機 最近有不少英國品牌的賽車都來台灣了 今天在台灣大家看到的是一台 英國手工打造的道路版的街車賽車 它車門是採用歐義上線式的開關方式 但和其他歐義車款比起來 車門相對比較小巧 而且呢外觀和性能是逼近純種賽車 而且像這樣的車呢在國外 可以行駛於一般的車道上 而現在呢車上是特別引進 希望在台灣的一般路上 能夠成為最接近賽車的車款 而臉書的創辦人 他在北京的清華大學演講 不過呢他演講的內容不是用英文 而是全程都用中文喔 到底他的中文有多麼流利 我們休息一下 我們上回來了 歡迎回到學員現場 接下來帶您看到的是臉書創辦人Zookbert 他在北京的清華大學演講 而現場他一開口就說的是中文 讓現場的觀眾嚇了一跳 因為呢他全程 竟然說了一口非常流利的中文 不管被問到什麼問題 都能夠幽默的方式 來逗樂現場觀眾 歐台旗歐台選是台股期貨 跟台值選擇權的盤後交易商品 馬上來看到今天行情 我們現在來看到台股期貨收盤 收在8721點 小跌了23點 而至於歐台旗11月契約成交價 落在8740點 小漲了18點 而下面是歐台旗11月 今天的價量走勢圖 接下來歐台選10月第五週到期契約 價平落在8750點 在買權部分有45口的成交量 而至於價平附近最大量呢 則是落在8850點的序列 買權部分有103口 而至於呢在賣權部分 最大量落在8600點的序列 賣權部分多達了117口 接下來看到的是歐台選11月契約 價平落在8700點 而交易量比較集中的序列呢 是落在9100點 買權有63口 而在賣權部分呢 最大量落在8600點序列 目前賣權是有30口 以上是歐台旗歐台選最新交易狀況 也提供交易人在盤後時段 跨市場避險及套利 謝謝你收看今天的 財經8點檔 我是張正華 我是李柔傑 我們明天晚上8點見